当地时间2月14日,香港特区政府陈教署周年记者会在香港闭屋监狱举行。 陈教人员在现场展示了陈教署三大创科项目, 维生指标监察系统、影像分析及监察系统以及移动及位置监察系统的运作, 并表示,三大项目目前已进入测试阶段, 有望于2021年完成测试,推动智慧监狱的建成。 2018年,陈教署在部门策略发展计划中提出发展智慧监狱系统, 随后连同香港积电工程署、建筑署和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开展智慧监狱项目, 旨在利用创新科技为监狱注入智慧元素,加强管理效率, 保障陈教人员安全执法和在求人士的人身安全。 现场展出的高科技产品中,包括可在人体排泄物中, 自动检测毒品的击毒机械臂系统, 可监察在求人士移动位置和心跳率的智慧手带, 以及协助职员监察在求人士异常和违反纪律行为的影像分析技术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在一间近百平方米的模拟球舱中, 共有12个摄像头,全方位监控球舱的各个角落, 一旦有在求人士出现自杀、自残、身体不适、倒地等行为, 位于监控室的显示器上,便会在几秒钟内相应出现红色警示灯, 并发出警示讯号。 该项目目前已在闭屋监狱的四个球舱中投入试用。 陈教署助理署长杨俊伟称, 该项目可弥补陈教人员巡察期间, 未能完全监视所有囚犯举动的部组, 未来将在医院22个球舱以及6个独立球室使用。 杨俊伟表示,香港智慧监狱的设计目前只在起步阶段, 之后会接见世界各地其他监狱的经验, 运用科技,将监狱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尽量减少。 香港智慧监狱里面的设计是只是一个起步, 我们希望用我们刚才所介绍的项目, 实验的项目,做一个很初形, 给我们的经验可以去拿捏到之后, 我们就再做下一步短中场, 如何将香港所有的设施可以成为一个智慧监狱呢? 我们会看世界各地究竟会在监狱里面发生什么问题, 什么事呢? 我们会借镜, 我们自己会反思, 沉淀了下来之后, 我们就可以去用一些应用科技, 将这些问题尽量减少。 此次周年记者会上, 陈教授书长胡一银已发表了2018年陈教授的工作报告。 报告中显示, 2018年陈教授新收纳的服刑或还押人士, 较2017年下降了6%, 在求人士被纪律监控的次数和进行自我伤害的个案数量也有所减少。 隔绷尔市被纪律监狱的次数据。 购率因为碎封铑狱的次数据, 并且会是一些钮状并络的次数据之后, 所有人都有关于真相关的带导于丝身的普刑。 感谢观看